冬天我们有很多家人连续过生日 那我会给家人做龙虾衣面 那衣面呢是去中国超市买的这种面条 所以呢它其实是炸过的面 所以我们叫衣面 我们先把衣面拿出来泡 我会泡凉饼 水漫过衣面我们就可以放一边 买了活龙虾 我们把它刷干净它的壳 然后把它清理一下 所以它的钳子呢是被那个橡皮筋绑住的 所以不用很担心 我就不在镜头上杀生了 我就把它杀死 好这个龙虾我已经把它处理了 然后呢那个钳子的壳很厚 所以呢我会用这个锤子把它敲碎 让那个味道容易进去 对这个壳特别厚 所以你敲碎呢它你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头扯出来之后呢会有这些龙虾的塞 你看它是吸满了水的要把这个摘掉清理掉 这里面也有 这里面也有你会看到这里面这些就是龙虾的肺 所以要把它清理掉 对龙虾尾我们也是把它剁成三块 处理好我的龙虾呢我们一点点胡椒面 一点点酒 处理一下 腌制一下 对放一边备用 用酒和胡椒腌了一下呢我还会撒一点点盐 然后撒一点点淋粉 让它裹住它的肉没那么湿 一点点就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点葱白 对切姜片 现在看衣面也泡得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来炒龙虾烧热这个锅 倒油 然后把姜丝放进去 把这个葱白放进去 点炒一下 扁香这个葱段我们就放这个 龙虾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衣面 捞出来 控控水 放一边待用 点干我们加点水 倒衣面 一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所以呢我们待会要用蚝油来调味 但是你也不能搅的太厉害 因为你要做瘦面 希望是长长的 所以这是长长的 代表长瘦 一面其实基本上是熟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让这个衣面呢 吸这个龙虾的汤汁 所以我们要加水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可以加点蚝油 一点点盐 也不用太多 我们大概焖煮了两三分钟 我们看这个面也差不多干了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油 再加一点点油 让这个面亮糖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锅了 这就是我们龙虾烧衣面 非常肯定美味 因为海鲜的味道 被那个衣面吸满了 所以比较高配版的生日菜 好你买回来的龙虾 它很新鲜是吧 翻过来 看到它中间这里了吗 这个就是它的命门 所以你用刀煎的时候 在中间这里一刀下去 它就不动蛋了